一大堆这个小水泡,就是所谓去摸,手一摸,没了,一些脏东西在手上,所以这个身体就像那个去摸一样,显示它不能久留啊,不能揣摩它,就是说明这个身体啊,如果碰到一种对它会有严重的伤害的的时候, 它的生命就会失掉了,所以这个身体就不可靠,第二,视身如泡,不得久力,泡,水泡,我们拿肥皂泡来说,比较好了解,泡,小孩子会玩那个肥皂啊,肥皂就浓成泡泡,吹出那个泡泡来,在空中飞,那个泡,它能停多久啊, 能建立多久啊,这个水泡,啊,就是肥皂泡,啊,不久它就自然就消灭了,所以不能久留,这个身体也是差不多嘛,啊,呃,几十年的时间,就像这个水泡一样, 第三,视身如焰,从坑爱身,焰,阳焰,阳焰,阳焰啊,是一种水泡,啊,呃,山窝里的水泡啊,啊,地面上的水泡,太阳一晒它升起来,圆圆看去好像有水,啊,呃, 这个山上的路子啊,它磕了,想喝水,啊,它跑的,看到,圆圆看去有水,跑到那边没有了,啊,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由磕爱而生的,啊,什么磕爱啊,世间的贪嗔痴, 爱着这个身体,啊,自己的业缘,父亲母宣,凤和起来,成立这个身体,就是磕爱,由来瘦身的所有的磕爱,而生的真相有这个身体,所以它不能久的,第四啊,视身如芭蕉,芭蕉知道吗,香蕉,香蕉瘦,它里面没有尖尸,所以中午有尖, 它,芭蕉树的里面,芭蕉它是一层一层的皮嘛,剥掉一层又一层,剥到最后,没有了,没有,它没有中心的尖点,没有那个东西,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像那个芭蕉,哎,这个身体地水火蜂四大,一一把它封开的时候,身在哪里啊,所以身像芭蕉树,啊,中间没有尖尖的东西,地水火蜂甲合而成, 如果心理作用离开的时候,四大分散就不够的,都没有坚实的实体,第五啊,视身如幻,从颠倒起,幻,幻术,啊,玩把戏的,幻术,好像这个变化变幻术的,啊,变起来的,那你颠颠倒倒认为有事实, 它变什么,你就认为有什么,这是颠倒,我们众生看这个身体,认为这是我的,也是颠倒,啊,因为有这个我像的颠倒,所以啊,啊,不知道它是幻,您知道它是如幻如幻,没有实体,那知道是从众生颠倒而起的,那就不至于被它所抓,这是第五, 第六,视身如梦,我希望见,这个经常讲的了,大家都知道了,我们现在都在梦中了,啊, 勇家大师说的,啊,梦里明明有六趣,绝后空空五大千,我们现在都在梦中,在梦中,六大龙回, 远然啊,啊,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好像梦境一样,虚妄的,没有实体,我们在梦中见到,远然有事实,等到醒来,什么都没断,啊,第七,视身如影,从夜缘现,影,身体,到外边去,有太阳的时候,太阳照的是,这个身体, 引现出,这个身的影子,身体站得正,那个影子就站得正,身体站得歪歪斜斜,影子也歪歪斜斜,这是说明众生,造善也,得到善的果包,是快乐的,造恶也,得到苦的,恶的果包,苦包,那是痛苦的,啊,好像影子歪斜,啊, 这完全从众生的造业因缘而生,因为过去,啊,起烦恼,造业,所以显现出现在这个身体,这个身体就是正受果包的时候,现在正在受报,现在正在受报,这一生几十年中再造业,又起活,又造业,将来又是轮回流转, 我们众生就是这样轮回流转,啊,起活,造业,受报,没有停止的,或业,苦,三道,轮转不行 第八,四声如响,属住因缘,响,空谷,回响 深山的空谷里面,你有什么声音,哦,他有反应,哦,啊,你用说什么声,他有反应什么声,这个叫做响,我们这个身体跟那个响声相同的,造什么业,如是因,如是果,完全属于自己的因缘果报而成,啊,所以现在的受用一切,完全是过去的业力, 所承担,就是跟这个空谷回响相同,啊,不能久的,啊,所以四声如响,啊,属住因缘,完全因缘守生法,啊,当体即空 第九,四声如浮云,虚移变灭,虚移是最短的时间,啊,据说一参长有三十个人虚移,啊,显示比参长还要短 这个身体好像空中的浮云,在空中飞来回去的这个云云彩一样,啊,时时在发生变化,很快就变灭了,哦,啊,四十几年前了,啊,啊,刚刚有那个分射机,飞机刚刚有分射机的时候,各位知道吗,这个分射机初初才出来的时候啊,他在空中飞啊,飞到哪里,后边就有烟, 那个烟啊,他这个,饶来饶去,那个烟是好像一条龙,一条龙,第一次刚刚出现这种情况啊,有个地方他说,哦,不得了啊,龙出现了,那是什么东西啊,就是那个分射机分出来的这个烟,那个烟物在空中不能一下子消掉,啊,好像一条龙,他说,天空中出现龙了,不得了了,哦, 哦,因为当时某某是龙啊,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,哦,所以那个时候就会,甚至,因为是龙,甚至还有人照相照起来的,我还保存住呢,所以呢,是,呃,众生,呃,看这个世间的浮云, 也是,呃,把他当真,所以是,才有,这个,执着,知道他虚一变灭,很快就消灭,啊,所以就不必去过度执着他啦,第十,世生如电,念念不住,这个电就是现在打雷啊,啊,下雨打雷之前, 闪电,啊,啊,啊,闪电,他闪一下就没,没了,就过去了,念念不住,念,指他最短的时间,啊,闪一下就过去了,啊,有的时候他下雨过了之后啊,晚上的闪电都蛮好玩的,带点红色,啊,这个,呃,这个样子蛮好看,闪一下,闪得还比较久一点,而且到处有一点通风, 那是晚上不下雨了,单单有闪电,有这么一种近况,现在正在下雨闪电,我现在很担心呢,正在下雨,啊,又在打雷,担心什么,最好不要停电,啊,这一停电我就没有气玩了,我这个戏就玩不成,啊,因为这个录音啊,这个电非常重要,所以我看到下雨旁的我,啊,不在乎,最在乎的就怕停电, 一停电,这个,呃,录一录不起来就很麻烦,啊,因为这个东西,啊,等到,呃,这一结果讲完了之后,如果说是没有录好要再补,没有办法,补不上去,因为你们大家也不可能再回来补的,啊,而且我就是补也补得不一样的,啊,因此似乎变成白纳衣,没有什么意思了, 所以这个身体就像闪电,古人有一句话说,光阴如百巨子过去,墙壁有个小洞洞,啊,百巨,白马,从这个墙壁后面过去,一下子就过去了,你看这个洞洞,啊,白马一下子就过去了,如百巨子过去,很快, 那跟这个闪电是一样,很快就过去了,我们这个身体,你说几十年,上百年,呃,呃,人生实际上,呃,人生不满白啊,长怀千岁游,呃,实际上要活到一百岁,很不容易的,世界上有几位一百岁的,呃, 人生不满白,可是长怀千岁游,哪一个不怀千岁游啊,尤其社会人做阿公,做阿嬷,他还是,呃,享受他的孙子,还享受他的,呃,真孙贤孙,那就是千岁游还不止呢,呃,所以,这个世间犹如闪电,这个身体犹如闪电,很快就过去了,你何必制作他,这就说明这个,呃, 啊,趋望无时的这个身体啊,不要太过于执着,那么明白这个道理,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啊,要好好的下方功夫去体会,明白这个道理之后,呃,然后才有办法来对峙我们的烦恼,因为我们的烦恼实在实在太多了,啊,呃,上面这十种,呃,接下去说,四身无足,文如地, 四身无我,文如火,四身无瘦,文如风,四身无人,文如水,用地水火风四大来比方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实体,这个身体,自己不能做主的,你知道你自己能够做主吗? 我,我主宰一,啊,如果自己不能做主的话,就不叫做我了,啊,因为,我们想不要他生病,他偏偏要生病啊,啊,叫他不要老,他偏偏要老啊,人人都希望,啊,像观世音木山年年是吧,可是可能吗? 啊,老早就过去了,啊,所以这个身体,自己不能做主,好像大地,地,他无所谓主不主的,可是众生执着,啊,有个主存在,地,他无主,啊, 啊,世神竟然是无主,啊,像大地一样,世神无我,我是自在于,啊,我们也不自在,也不能主宰,好像火,为如火,火呀,他没,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,你在什么地方点燃,他就在什么地方烧,你用水去灭他,他就在灭掉,他自己也不能做主, 所以像火,也不能自作主,世神无受,为如风,受,长期存在,长期存在,才叫做受,啊,呃,这个身体不能长期存在,就是像风,风啊,吹得很快,一下子就过去了,啊,所以我们这个鼻子的复习,如果是停止了,这个一生,也就是变成最后了,啊, 啊,世神无人,为如水,人,就是我,我,这个,我们这个身体自己不能认为有我,因为他像水,水为什么没有我啊,截止东流在流东,截止西流在流西,在流西,您要叫他流到东边,挖过低洼,他就跟着流到东边,要他流到西边,挖过低洼,他就流到西边, 随,随,随,随你的各种情况而流,他自己没有主宰,所以叫做无人,啊, 世神不死,四大为家,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实在的,没有尸体,为什么,他以地水火风四大做他的家, 世神为空,你我,我所,这个身体当地其空,没有尸体,啊, 因为我不可得,没有实体的我,也没有我所有,无我哪里还有我所有啊, 所以离开我,有我所,都不可得,啊, 世神无知,如草木,瓦利,知,知觉, 那你会觉得我现在有知啊,我在这,坐在这里听经不是有知吗, 我如果无知我怎么能够听经啊,